陪我们长大的悟空终于站在了西天的高点 黑神话悟空被誉为第一款国产3A大作的游戏 一经上线快速登顶下载热榜 他不仅拿下了全球周度销量冠军 还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等12个国家霸榜 为了玩明白这个游戏 现在外国人也在恶补西游记啊 还带火了一批讲解西游记的博主 今天上午的10点 我们也终于等到了黑悟空完整上线 上线一小时在线人数迅速突破百万 A股上有些相关的概念股被拉出20厘米的涨停 甚至还有多家上市公司被股员们追着问 金斗云作为无人驾驶赛具 是否使用了贵公司的技术 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说的话 黑悟空被称为国产游戏的iPhone时刻也不为过了 当然了咱们国产游戏也不乏收入在百亿级别的爆款 像梦幻西游、王者荣耀、元神等等 但是呢在这种硬核单机大作方面却没什么竞争力 而这个赛道也是巨大的市场 其中呢有十年两亿份销量的神作GTA5 有获奖净千项狂卖5000万份的巫师3 有系列销量5000万份 拉动整个游戏生态的塞尔达 这也充分的说明了几百元一份的游戏价格虽然贵 但只要游戏做的足够好 也能卖很多 那为什么咱们的国产3A大作迟迟没能够崛起呢 其实直接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 3A是什么意思啊 翻译过来就是大量时间 大量金钱 大量资源 黑暮空团队曾经透露说 他们一个小时的开发成本达到2000万 这个游戏是从2017年开始开发了7年啊 投入了大约5到6个亿 同时呢相比海外市场 咱们中国市场的变现会更困难 这个呢是由我们的发展顺序决定的 发达国家他们中产崛起的比较早嘛 互联网的普及也比较早 用电脑用手柄玩游戏早就是一种习惯了 而咱们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移动互联网 也就是靠手机拉动的 让玩家花大价钱配置一台电脑 再花上几百块钱买上一份游戏 其实本身这个门槛就比手机要高一些 很多玩家还没有养成这样的消费习惯 所以呢如果想要在国内快速赚钱 其实3A大作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要做出一款硬核游戏 不仅需要烧钱 更需要一些理想主义 真正的好游戏好公司 应该能够到海外去竞争 赚全球游戏玩家的钱 而不是各种复制换皮 在国内不停的内卷 他需要创作团队对文化出海有足够的自信 对玩家有足够的自信 对自己的质量和资本有足够的自信 同时得接受一切失败的可能 需要在充满不确定的市场杀出重围 这又何尝不是取经之路呢 一款游戏成功以后就可以带回真金 激活市场 给其他的厂家打个药 毕竟经济发展再好 文化不行 咱们就只能玩着进口游戏 看着进口电影 经济的巨人文化的矮子 它是博足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文化也慢慢的有自信了 从流量地球到元神再到悟空 我们有了自己的现象级产品 在以前落后的时候呢 我们是读希腊神话 现在终于轮到西方读西游记了 就像是黑悟空的台 恒大地产突然被中国证监会给立案调查了 干啥呀这是 居然在这个时候 证监会才开始调查恒大地产吗 恒大啥情况 这一年头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 周三晚上恒大地产公告 说因为涉嫌性批违法违规 已经被证监会立案了 但是至于为什么违规了 官方公告里面没有说 最巧的是 就在今天 网上都在传说 许家印许老板可能已经离婚了 因为港股中国恒大在14号的公告里 把许家印太太丁玉梅的称呼 改成了独立于本公司 及其官僚人士的第三方 而在这之前 丁太太都是被列为许老板的配偶的 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 许老板可能已经离婚了 但是公司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呢 说不清楚 没有消息 这就有点不承认 但是也不否认的意思了呀 需要说明的是 港股的性批跟大陆不一样 他们要求大股东的婚姻关系 只要在IPO的时候说清楚就可以了 后面如果有变化的话呢 只要官方不问就可以不用说 而咱们大陆这边呢 由于这个大股东的婚姻 往往就涉及到控制权的稳定 所以咱们的要求是 凡是离婚必须披露 所以你看A股为啥 那么多公司老板离婚上热搜呢 其实老板们肯定不想张扬 但是没有办法 监管要求这样 那说回恒大地产被立案的事 其实呢 恒大地产并不是A股上市公司 中国证件会本来管不到它的 但是恒大地产有在上交所发债券 所以呢 证件会也就成了能管它的婆婆了 那这回恒大地产被立案调查 最有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很多市场人士都倾向于认为 就是因为许老板的这个婚姻关系 因为上交所最新的债券上市规则中 对于发行人的信批要求是 如果存在着影响偿债能力 或者是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的话 比如说股权结构 或者生产经营状况 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变化 就必须要披露出来 那如果许老板真的离婚了 就符合股权结构 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条款的呀 因为两口子离婚 肯定会涉及到财产的分割 不管你们怎么分财产 都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偿债能力 你要是想借着离婚 把资产都给老婆 债务留给自己 然后躺平摆烂 那肯定是不行的 其实呢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 两口子你就算是离婚了 在婚内产生的共同债务 还是要一起来还 离婚也没有办法达到 把个人的债务和夫妻的共同债务 相隔离的目的 可是法律是这么说的 不排除有人就想踩踩 这个法律的红线呢 要知道恒大也好 避鬼也好 他们的负债都是万亿级别的 光这俩加起来 咱们每个中国人的头上 都得摊上三千块 但是他们在暴雷前后的操作 实在就有点让人寒心了 比如在暴雷前拼命的分红 把利润分给大股东 好处自己拿 把负债甩给上市公司 所有股东一起扛 又或者是把股份以慈善的名义 捐给自家的基地 耶伦又来了 这次第一站不是北京 竟然是广东 作为财政部长 耶伦是来谈论中美经贸关系的 那首站不应该是北京吗 然后今天在广州 耶伦见了广东省省长 这个事情 打个很不恰当的比喻 就有点相当于是一家企业的副总 拜访另外一家企业 可是首先见的 竟然是那家企业的分公司老总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或许是因为广东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很重要 先不说被美国制裁的几家代表性的科技企业 都在广东 主要呢 广东也是锂电池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而就在耶伦来之前 3月27号 在佐治亚州参观了一家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之后还发表了个讲话 说咱们中国在太阳能电动车和锂电池 这些新产业里面产能过剩 这个事情对于美国工人和企业以及全球经济构成风险 当时他就说了 计划要在访华期间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关键议题 那我们知道耶伦的职务是财政部长啊 他主管的应该是税收 财政 国债这些 按理说不应该染指外贸呀 但是呢 作为新一轮美国高级官员访华的排头兵 他这回跟广东省省长见面 大概率呢也是想摸摸底 首先呢 把咱们外贸新三样的出口问题 抛给广东省省长跟省长先谈一谈 摸摸底线 也好为后面真正的谈判重头戏打个底 4月4号当这位78岁身高1米52的老人 右边背着一个鞋挂包 左手提着一个电脑包 一个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 也许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他是一位超级政治家 耶伦曾经当过美联储主席 后来又成为美国第一位女财长 他这次的出房肯定是带着重大任务的 那这个重大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咱不妨来猜一猜 估计大概率离不开是美债 也就是说呢 这新三样出口的这个问题 大概率就是个谈判筹码 人家也知道我们要发展新制生产力 很难在新三样的出口上妥协 所以呢 耶伦会施压 但如果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他就会抛出真正的底牌 美债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 如果在贸易上没有妥协的话 那美债上是不是会给点空间呢 到去年底 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达到惊人的34万亿美元了 可是去年美国GDP才27万亿美元呢 美国人一年创造的财富都不够还美债的 再将这两年美联储加息 美债收益率很高 所以去年是光还利息 就用了6000亿美元 而分市预测说 今年2024年 美债的利息将会高达1.1万亿美元 都超过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20%了 甚至超过他们今年的军费开支 那已经都这么高的利息支出了 加上还要继续发薪债呢 如果其他国家不能增持 甚至还要减持美债的话 就只能让美联储印钞来购买美债 那么一来呢 又会加剧通胀 想想最近正在跟通胀掰手腕的美联储 估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现在市场是普遍预期 美联储会在6月份降息 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个通胀数据也是太敏感了 话说啊 假设美联储真的在6月份顺利降息的话 一旦降息 美元就会贬值 那很可能又会触发一些国家抛售美债 所以呢 咱们的大国重器 国产大飞机C919 今天完成了商业意义上的首次航行 从上海飞到北京 全程花了一个小时59分钟 后续呢 会继续飞上海到成都 这个机票已经可以开始预定了 最低不含税是919元 后续呢 随着各家风风公司订购的飞机到位 相信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多的航线上 体验到咱们自己的国产大飞机了 那么C919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么受关注 它又会不会被卡脖子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情 其实国产大飞机一路走来 真的是很不容易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 咱们就酝酿过自己的大飞机运食 但是由于经济环境 技术储备都差得太远 最终下马了 到了2007年国产大飞机再重新立项 然后就有了现在的这个C919 但即便是这样 这个事情也是饱受争议的 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 C919的国产化率是60%左右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国产化率太低了点 尤其是60%主要是在外壳和座椅这些地方 像关键的航电系统 发动机 安全系统等等 还是要靠进口的 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 咱们是不是又只干了个组装的活啊 说不定哪天又要被美国卡脖子了 怎么办呢 那么在这里呢 就有必要说一下了 其实组装的技术含量也并不低 一架飞机它有几百万个零部件呢 能够把这零部件捏到一块让它飞起来 而且安全性高成本低 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举两个例子好了 同样的食材 不同的人炒出来 这个味道肯定是大不一样的嘛 顶级大厨的收入可以是普通厨师的上百倍 又比如说像电脑 稍微懂点行的人都可以去买零件来自己组装的 但为什么像戴尔等等这些品牌机 还能做到几千亿的市场规模呢 就是因为个人跟他们比起来 成本没有他们控制的好 那大飞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了 国产大飞机能够投入商业飞行 就说明咱们已经够得上顶级大厨的水平了 因为对于商用飞机来说 能不能省钱足以决定公司的生死 这个事情跟军用飞机不一样 军机呢主要追求的是性能 省钱不是重点考虑的事情 但是民用的东西就必须要考虑成本了 在航空界有一种说法 每架飞机每节约一公斤的重量 每年就能省下100块钱的油钱 航空公司基本上不会招胖空姐 其中呢也有这个原因 目前来看呢 咱们的C919综合经济性应该是过关的 之前呢 东航在公告中也披露过这款飞机的单价 每价0.99亿美元 这个价格是低于主要的竞争对手 波音737和空客320的 那么到去年底的时候呢 他已经累计接到了32家客户 一共有1035架的订单了 可以说这回C919首飞成功之后 按照咱们的生产能力 只要发动机那些配套系统能够跟得上 基本上就可以等着报单了 那至于说要不要担心被人 尤其是被美国卡脖子 比如说像发动机就是来自美国通用的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担忧的 但是呢 首先啊 这个发动机这块是由中国和美国合资 在中国设厂 这个事呢 相当于是利益绑定了 卡脖子要付出代价的 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呢 中国一架订单都没有下给过波音 他就只能看着隔壁的法国空客赚钱 通用现在还能靠着卖发动机赚点钱 如果真断供的话呢 中国就又只能把订单下给空客了 那美国依然就一毛钱都赚不到了呀 还有之前在中国的同路 也就得打水漂了 并且啊 虽然现在全世界能造大飞机的国家 主要是美国和法国 但他们其实也是在全球化的采购零部件的 而且他们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加上咱们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大了 估计谁也不愿意 房产税最大的技术难题已经解决了吗 昨晚有一条重要的消息 就是我们国家终于全面实现了 不动产统一登记了 那这个事情意味着啥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不动产统一登记 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不动产按照统一的标准进一步确权 像你买的房子 商铺 写字楼 公寓之类的 还有什么土地啊 碳矿权 采矿权 以及那根土地在一块的东西 比如地上种的树等等 这些都是不动产 那么在以前呢 为了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 会给你发一个房本 而土地呢 也有它的土地使用权证 还有像其他的采矿权这些 也都会有不同的部门 给你发放对应的证明文件 但是实现统一登记之后呢 这些通通都叫做不动产所有证 如果你以后再要办理这东西的时候呢 也不用再去跑到不同部门了 一个地方就能办理 当然了 以前给你发念证书也依然是有效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统一登记的事情 居然搞了这么多年呢 因为要知道早在2014年的时候 国土部负责人就表示 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全面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 要用四年左右的时间 运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而这个事情足足推迟了五年 到今年才实现 难道就这么复杂吗 说实话 其实这个事技术操作不难 难在执行上了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财不露白 这个财产是非常重要的隐私 那么以前的时候呢 房产证是不联网的 北京的房管部门 他不知道你在上海有没有房子 上海的也不知道你北京有没有房 直到2018年才实现了全面联网 但是呢还有很多的房源是没有完成登记的 就算联网也查不到 那这次呢就把那些没有登记的都完成了登记 并且也联网了 所以以后啊就是信息全打通 只要是在你的名下 有多少不动产 一查就清清楚楚 那这个事情对某些人的影响肯定还是很大的嘛 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 推进就很难 但是呢咱们的决心也很大 先试点再推广 最终也办下来了 那么按照官方的通报说这十年里已经发了7.9亿本的不动产权证书了 那这个事情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它可能意味着楼市调控 从之前的交易环节转变到存量环节了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土地财政往房地产税去转型 这是大势所趋 那未来如果要收房产税的话 是不是得先知道你有没有房 有多少套房呢 所以呢房产税全面征收的前提 一定要完成这个统一登记 当然了完成统一登记 也不是说房产税的推进马上就加速了 这个登记只能说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毕竟呢眼下房店行业还是这么困难 所以呢跟地产相关的这些政策 一定会非常慎重的 印花税降了 两亿股民苦等了一个月的重磅利好 终于落地了 降硬化税影响会有多大呢 咱们可以说降硬化税应该是短期建销最快的王炸手段了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整个市场的利好还需要后面陆续的完善各项制度 比如说衍生品 T0 做空机制 提高融资和再融资的审核 严格退市 造假处罚等等 那么接下来周一会怎么走呢 反正上上次下调印花税之后大盘涨停 上一次下调印花税大盘也是涨停 而这次呢大概率也会是一波暴涨 但是效果就未必有前两次那么强了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同样是减半 但这次降的金额要少一些 上一次呢是由双边千分之一改为单边千分之一 每成交一百万能够少收一千块 而这次呢是由单边千分之一降为单边万分之五 大概每成交一百万少收五百元 但即便是这样 每年仍然能够给A股降低一千多亿的交易成本 能够实质性的活跃资本市场 那么这次降税之后 会不会迎来咱们A股的大底部呢 这个还真的是不一定 因为从历次的降税来看 市场在经过反弹之后 又会再一次的下谈找到一个市场底 这一次呢同样会存在着这个概率 但是没有关系 就算不能直接造就大底 也能够通过猛烈的反弹 降低整体下跌的速度 为市场底的形成创造条件 从长期来看呢 也能够提高市场的活跃度 对于整个市场 尤其是券商来说 都是长期的利好 所以说现在得恭喜那些仍然有仓位的朋友们了 虽然说之前一段时间很煎熬 虽然说还是无法判断能否直接筑底 但经过这一次的突发利好之后 现在还有仓位的朋友们 已经掌握了仓位管理策略的主动权了 虽然说是有仓位的主动权了 对于是有仓位的主动权了 对于是有仓位的主动权啊 所以大家看下一个人就能够通知了 不过多数权